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我继续讲一下媒体播放器VLC的安装 然后我现在是在Ubuntu的系统上面 首先还是网址 然后这就是它的网址 我先右键复制下,右键复制 然后打开网页 右键明天并请网 然后它是自动识别了,Ubuntu 我可以直接下载这边 然后也可以按这边 Ubuntu这个Linux 然后这边是Ubuntu 你看它这边已经显示了 你可以在它的软件仓库 直接安装VLC 然后也可以安装它的Snap包 Snap包的话,这是它的命令 你可以复制一下 然后放到终端里面 但是这个我不建议你使用 我更倾向于第一种 我更倾向于第一种 软件仓库 软件仓库的话就是 这个 有一点慢 因为是界面的关系 所以它打开很慢 还没有打开吗 好了 然后就是按下这边有个 幻大键 哦,这边已经有了 精选 你可以直接点击这边 我就按正常的方法按 放大键 然后VLC 第一个 然后选中 然后点一下安装就行了 然后密码 好了 已经安装好了 然后软件的话 在这边 按一下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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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 VLC 这个我先移除掉 删掉 然后我让你看一下 直接用 命令行安装 会快很多的 OK 然后关了 然后直接用 命令行 找一下终端 工具 终端 终端的位置 有时候是在外面 有时候是在工具里 终端 然后就是 sudo apt install 然后VLC 然后按下 回车 密码 然后按下外 回车 软件 关了 好了 软件就是在这边 然后我说一下 为什么我要用终端的原因 因为Ubuntu 它的分支是很多的 然后很多分支 它是没有这个Ubuntu 软件中心的 所以你只能使用命令行 对 还有刚才那个 这个snap包 它是一样的 你也可以复制一下 然后 终端 然后又进 银贴 然后按下回车键 然后密码 然后它也会安装一个 我就直接关掉了 因为跟刚才差不多的 好了 然后就是直接 使用 我们打开VLC 继续 继续 等一下这边没有文件 我先去拷贝一个视频 好了 我现在已经把这个文件拷贝过来了 一个视频文件 然后 回到这个VLC 然后打开文件的话 就直接点击媒体 打开文件 然后选择 然后选择 主目录 这是我放文件的地方 然后就是这个文件 然后 over 就是打开 关了 然后我们也可以直接在文件上面 鼠标右键按下 然后 它这个默认是用视频打开的 然后我们选择使用其他程序 然后选择VLC 然后选择 还是一样的 关掉 行了 反正安装过程很简单的 稍微看一下就行 然后 还是一样 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帮我按赞或者订阅 或者转发一下 谢谢 再见